这些小马都在睡觉 我们这些准备出发了 刚起床 天还没亮 都是棕马 我想要一个棕色的 不知道会分到什么样子 其中棕色的 白的黑的都先走 这里有很多小马在睡觉 日出了 有点下雪了 因此它被握到2地坑时 因为他会被变下雨 而是一直在河边 它也不像下雨 它一直在河边 已有10-15km的方法 我们是随着 而你已经知道 这些小马都在 河边 他流海未洗地 眼睛都遮住 你不要把你的屁股挤到我 不要跟我摩擦 停下 一 ends 最好 感觉20秒 1ался 3 3 5 1 1 2 3 今天骑完马之后 这个团送送了酒店的自助餐 我真的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丰盛的自助餐 我给大家看一下 有面包、番包、火腿、芝士 还有番茄和黄瓜 而且居然还有饮料 这是茶 自己穿的巧克力 还有小饼干 五星级水瓶 太好吃了 最重要的是还有绿豆汤 我们现在出海看鲸鱼了 我们先看鲸鱸鱼 是什么东西 我看鲸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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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能看到 不算看到也不一定有海到 附近的鲸鱼上来换口气又下去了 看上我们有多么幸运 有点滴 还有点滴 瑟瑟发抖 没有看到 刚看到一个疑似的物品 在海上 结果是个鸭子 所有人在这里瞎起哄 还以为看到 如果你的朋友在那边拍到 我相信他就会在那边演 那不一定 湯吉去年来的 还不定在一个位置等你 他可能也想着有太阳 那时候也是 我觉得冷 他们如果发现了 他们想的都是我听不懂 他们那里一下鬼喉鬼叫的 刚才还有看到 不论的好少 有点不论的 有点不论的 他有点不论 现在是要遇见 那里面的好多 跟人家的那里 是不是很想到 那里面的太阳 人家的太阳 原来的太阳 人家的太阳 人家的太阳 最后 也有点不论 是人家的太阳 人家的太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绝望了吗 绝望了没有 没有感觉 现在要开回城市了 城市在那里 估计是看不到了 这些鲸鱼不欢迎我们 我们车了 还记得李祥住所放黑对吧 这些鲸鱼 太精彩了 手都变得住不齐了 在那个冰上滑翔 真的我还没看 我们 在书书干什么 好多文字好像走到了一个景点 在我们走向酒店的悲惨途中 误打误撞走到了一个景点 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景点 就是这个 一个叫做太阳航海者的 一个很像 鱼骨架坐的一个船 好像是 有点像一个小龙虾还是什么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不过在Google map上好像还 蛮有名 挺有名的 也算是一个小时候 那我们也不算白走 还为自己 过来合照一下 还想照相模式 不要紧 我们两个的脸下已经冻僵了 有吧 像希里哥 我们一片脸已经 做不了什么表情了 因为已经僵掉了 他打得多尿酸 肉毒感菌打多了 笑的笑不了 就这样吧 我们继续推着箱子前进 再见